国民党立委蒋万安在脸书呼吁校园应该提前放暑假 台北市长柯文哲不以为然 而蒋万安在七号确诊预计二十三号就会解除隔离 这也让蓝营决定好台北市长人选的提名时间 另一头同样也确诊正在居家招呼的台北市副市长黄珊珊 最近网路声量高涨十四号继续在脸书分享心情报平安 如今蓝军人选呼之欲出 也让各界关注黄珊珊什么时候宣布参选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和交通部前部长林佳龙 都被视为代表民进党挑战台北市长的热门人选 但本土疫情持续严峻 绿营到底要由谁披挂上阵 短时间内恐怕还在未定之天 华视新闻已经跟刘俊男台北报道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